首先呢最新消息带您来看到 这个是在台中市南区的大庆街上 这间土地公庙在今天凌晨4点多发生了火警 而当时呢附近的民众是先听到了爆裂声 出外查看的时候就发现 这个铁皮屋建成的土地公庙已经陷入了火海 而当时呢只见这个土地公庙是快速的燃烧 铁皮的建筑物因为里面堆放了大量精子 所以火势也迅速的蔓延 就连停放在公庙前的六部机车也受到波及 幸好呢最后在经过了消防人员全力抢救之后 状况在15分钟内获得控制 也没有造成人员的伤亡 嗨我是庄宇杰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 赶快订阅华世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